姚焕智能将这陆长远的刑卷投到他这处来 想必这姓陆的有长远野心呢 以往这样的事呢不知反几 姚氏当时能看到这封书信 还是因为姚焕智与他有关的原因 烟锥看了他一眼 姚氏伸手撵了撵胡子 这位年少却又出身高贵的皇室子弟 此时身上已经隐隐有了 当初太祖少年时期的几分野心与争鸣 最终他只是点了点头没再开口 七少则是有些不满喋喋不休 老大人就是不想随同殿下前往聚会 找个由头溜了 姚氏只是笑着不出声 看得七少又更无奈了 他确实不想随同烟锥去参加聚会 看那些年轻人们泛舟落水 吟风弄月的 不如自个儿找个清静地方 歇息一会儿 这也是他对烟锥年纪小小 却格外佩服的地方 仿佛他正事能拎得清 到该需要露脸的时候 他也绝不拒绝 这份本领可不是人人都有的 傅明华棋才下了一半 那头崔贵妃身边的静姑 便亲自来寻她了 远远看到静姑前来 傅明华让碧云留在此处 将自己下了一半的棋记下 这才起身迎静姑进亭中 娘娘听到大娘子前来 便十分欢喜 但事情处理完之后 便令奴婢前来寻娘子 陪娘娘说说话了 崔贵妃能派静姑前来 显示的是对她十分看重 姜嬷嬷有些欢喜 连忙便拿了荷包塞过去 她跟静姑也算是老相识 都是出身四姓的奴婢之一 此时她一送礼 静姑也不推举 顺势便将荷包塞进自己袖子里了 劳烦姑姑了 傅明华任由静姑扶了她出庭 问了两生崔贵妃的身体 静姑眼神便更柔和了 多亏了娘子记忆卦 娘娘一切都好得很 娘子这份孝心哪 恐怕娘娘知晓了 更是欢喜的 一路之上遇到了不少人 静姑急着要带傅明华 前去寻崔贵妃 也顾不得跟人寒暄 直到带了傅明华前往流商亭 崔贵妃便在亭中等候了 亭子建在石阶之上 石阶两旁站满了工人与内饰 旁边一条细小的溪流 蜿蜒而下 这亭子便因此而得名 当初在建着牡丹园时 匠人便挖凿了落水 引入一流至其中 上流有御厨制作美食点心 放在荷叶之上 顺水流下 下流便有内饰结了下来 承送到崔贵妃的桌子之上 远远地看到静姑领了人回来 已经有内饰前往亭中回话 傅明华一到亭角之下 上方崔贵妃便从她招手 媛娘快来 傅明华又静姑扶着上了亭子 崔贵妃上下打亮了她几眼 笑了笑 越长越大 便觉得你跟阿元之间更有些相似 比她年少之时的稳重 也不慌多让啊 崔贵妃眼中带着复杂之色 挽了傅明华的手 将她拉坐到一旁的石凳之上 还未入下 飞伤亭里虽然挂了草帘 但应该是崔贵妃多坐了一阵 那手冰凉似无骨一般 石凳上摆了锦垫 桌上有热茶糕点 崔贵妃微微一笑 糕点恐怕你吃不惯 那尝尝这茶 倒是还好 这里做菜的虽然是宫中大厨 不过却始终不如四姓之中 所培育出来的厨子 崔贵妃桌上的糕点 自己都没动 倒是一些切成小块的水果 吃得不少 静姑亲自捧了茶壶 替傅明华倒了一杯 她谢了礼 将杯子端起来 放在唇边 眼皮垂了下来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 但崔贵妃并不是赏她东西 而是给她礼遇 这可比赏赐物件 更为有脸面的 她抿了口茶水 放到桌面上 神情已经变得温婉顺从 崔贵妃看了她一眼 手肘撑在石桌之上 原本轻握成拳 盛着下额的手 缓缓松散开 静姑等人便很有颜色地 退出了厅中 可还入得了口 若是喜欢 回头我让人送一些 到长乐侯府之中 崔贵妃这话 可不是在问她 傅明华又饮了两口茶水 才将杯子搁到了桌上 多谢娘娘疼惜 崔贵妃眼里便运出 淡淡的笑意来 既然崔贵妃都率先示好 傅明华也就顺她意思开口 只是看娘娘 何似清洁了些 她这样拾去 崔贵妃倒是有些意外地 看了她一眼 最后叹了口气 唉 我怎么好得起来呀 说到这儿 崔贵妃看了傅明华一眼 眼神有些冷漠 这一次牡丹亭中皇上设宴 除了带我 就连孤品都来了 以往颇为得宠的荣妃 却没来 她说到这儿 勾了勾嘴角 挺直了腰肢 望着傅明华一字一句道 人人都道 荣妃失了宠 元娘 你怎么看呢 来牡丹亭时的路上 便已经听说 家安帝此次上四节 留了荣妃在宫中 方间有小道传言 荣妃嗜宠而骄 触怒了皇上 所以这次前往牡丹亭 是皇上有意 要给荣妃一个警告的 可是 傅明华的想法却不同 荣妃娘娘 恐怕不是失宠 傅明华这话一说出口 崔贵妃眼中 便渐渐露出光亮来 嗯 接着说 崔贵妃手指 轻轻抚着宽大宫庄 金口上的刺绣 嘴角含笑 鼓励傅明华 接着往下说 荣妃娘娘 并不是出入宫中的新人 能圣宠不衰 自然是有她的本事的 依荣妃手段 能在未入宫前 便将当时的家安帝迷住 更不要说 入宫之后 为皇上生了一子一女 以为更加稳固 之所以未来牡丹园 要么是她身体有样 不便出宫 要么 她说到这儿 想起了荣妃那张 似笑非笑 娇媚入骨的面庞来 荣妃并不年长 再加上又得宠 虽说生了一子一女 但未必没有 还孕可能的 此次家安帝返常 留她在宫中 不是厌弃的 那必定是联系她身体了 在宫里 荣妃轻易不可能受伤 也不可能患什么疾病 否则早被迁出宫中了 除了小病之外 那便还有个可能 是她怀孕了 家安帝之所以留她在宫里 一是担忧她的身体 二来 也有可能是要瞒着众人 制造一个荣妃失宠的假象 转移宫中众人 对她的关注 以便使荣妃妇里的孩子 能怀得稳固 催贵妃的目光 一直盯在傅明华脸上 听她说了一半便顿住了 不由便笑了起来 要么什么 她轻声问了一句 语气有些阴柔 追尔说你聪慧 我当她是昏了头 如今看来 果然她瞧得不错呀 荣妃怀怨了 催贵妃笑出了声来 眼里却是寒光闪烁 已经两个月了 皇上护她护得紧 若不是她宫里有我的人 拖出消息来说 她的月时代不对头 恐怕 宫里每一个人事情 都是有记录的 以保证皇家子寺的 来历有数 荣妃虽然一向受宠 加安帝已信她的时间不少 但因为她年纪不小了 生下燕信之后 已经这样多年 肚皮没有消息 又有谁知道 她到了这个时候 偏偏又怀上身孕了 我不记得 真的 崔贵妃摇头 她早在被崔家送进 洛阳这座皇城之中的那一刻 知道加安帝的心 不在她身上时 她就已经死心了 她早就已经认命了 她是清和崔氏的女儿 她有高贵的出身 她有自己的使命 若是能得到 加安帝真心的爱护 她自然也会柔顺 温柔 在她面前婉转成欢 可她若是没有这个心 对她并不在意 那么 她要的 就更长远了 以往 人人都当她与荣妃不合 多少有争宠的缘故 但 她是真的不在意 荣妃得宠 她想的是以后 想的是 加安帝死后留下的皇位 谁来做 此时笑算什么 最重要的是 要看谁能笑到最后 荣妃向来得宠 加安帝有心护她 甚至 连那一年改年号时的蜡忌 也是牵了烟信的手 寿闻五百官跪拜的 本来情况便与她母子不利 此时荣妃又怀孕 加安帝的心 恐怕早就该骗到她的身上去了 又怎么还会记得她们母子呢 恬不住我呀 崔贵妃知道这事之后 便欲结于心 心中恨了两日 茶不思饭不详 又怎么可能不受呢 她眉眼间闪过阴历之色 我想 她想要弄个方子 弄掉荣妃腹中的古咒 崔氏传承多年 密钥不少 前朝宫廷密钥方子也有许多 想要坏了荣妃肚中的那块肉 还不容易 崔贵妃眯了眯眼睛 傅明华的手 割到了她的手背之上 她顿时手掌飙要一缩 却被傅明华紧紧抓住了 娘娘 这是好事 崔贵妃不妨她会说出这话 不由顿了一顿 竟愣愣地 任由她将自己的手 捉在掌心之中 好事 她反问了一声 回过神来之后 眉宇间却像是不见吃惊之色 这怎么说 崔贵妃的神情 让人一看就知道 她想要干什么 宫里不见善男信女 崔贵妃能在宫中多年 生下两个皇子 哪怕是有清和崔氏的名声在 她自己若没点本事 恐怕崔氏等着送进宫的女人 早就已经坐上她的位置了 当然是好事 傅明华感觉到 崔贵妃反手将她紧紧抓住 望着她 再等她答案 不由就抿嘴轻笑 娘娘不就担忧 容非娘娘怀孕 会使皇上对她更为看重 到时爱屋及乌 对四皇子也更为上心吗 傅明华一口说出了崔贵妃的担忧 崔贵妃点了点头 没错 若她再生一次 皇上必定会对她更为宠爱 哪怕是公主 也不行 这个孩子不能留 阴阳公主已经出嫁 好不容易在容非与嘉恩帝心中 买点影子 可效果还没看见 却又因容非怀孕而打消了 让傅明华有些警惕的 是崔贵妃对她毫不掩饰的直言 她甚至没有隐瞒一下的意思 而是直接就说了不能让容非 腹中的骨肉存活 道理谁都懂 但崔贵妃这样直接就有些不对劲了 她眼睛望着下方两人交握的手 目光有些冷淡 伴上之后又因崔贵妃用力握她 而很快地回过神来 娘娘 您不能动手 傅明华不疾不虚地开口 正所谓旁观者清 当局者迷 崔贵妃身陷局中 虽然对目前的情况不济 但却恨极 她是担忧佳安帝偏向阉信 所以想要弄掉容非腹中的骨肉 为何不能 崔贵妃一双大眼 缓缓眯了起来 温生问了一句 眼神有些冰冷 当初我生下椎儿之后 身怀有孕 也被她圣上 娘娘究竟觉得 在皇上心中 是容非更重要 还是容非腹中的骨肉 更重要呢 傅明华轻声细语地 打断了崔贵妃的话 崔贵妃忍了心中的恨 深呼了一口气 平静了下来 那自然是容非更重要 这一点她还是十分清楚的 宫里皇子 公主 不是没有 但哪怕就是皇子 也得子凭母贵 那既然容非更重要 娘娘又何必总要 看容非腹中的骨肉 不顺言呢 崔贵妃担忧择乱 总想对付容非腹中的孩子 兴许她是因为当初 曾在容非手中 吃过大亏的缘故 可是 目光落在未出世的孩子身上 总归是太狭隘了 大人的决定 却有时总是让孩子 来品尝苦果 她顿了顿 看崔贵妃眉眼之间 全是冷色 不由微笑道 宫里多长时间 没见新人了 傅明华这话已说出口 崔贵妃毕竟不是蠢货 顿时呆了一呆 像是回悟过什么滋味一般 眼中缓缓露出亮光来 家安帝宠容非 除登基守孝两年之后 曾纳过新人之外 被许久都未召新人入宫了 容非独宠宫中 以往有了她 家安帝便仿佛对其他美人 都再无多少兴致 崔贵妃一时之间 也没有往这边向 不过 你确定有用 家安帝对容非之宠 这些年来 崔贵妃也是看得习惯了 皇上偶尔也会贪图新鲜 碰了旁的美人 可是无一例外 最后仍是会回到容非身旁 崔贵妃之所以没有想到这里 是因为在她心中 知道家安帝对容非的宠爱 压根就不会认为 会出现旁的美人 能夺了容非的风筒 我并不想引虎去拉 有没有用 就得看这进宫的人是谁了 更何况 也得看娘娘心中 所谓的有用 是什么 说想将容非一击而中 那恐怕有些困难 不过 要使她运中不得安宁 痛苦怨恨 却也是有办法的 你说说 崔贵妃是以她 接着往下说 傅明华就到 容是一族 以美人而出面 如今未曾婚配的少女 不少吧 容非已经老了 哪怕她再得宠 鲜嫩的姑娘那样多 她可以不在意 家安帝姓旁人 但若是这个人 是她本族后继之女呢 同样是姓容 嫩得如同花骨朵似的 这会儿提醒着她 她已经年纪长了 当初的家安帝会喜欢她 如今同样也有可能 会喜欢上姓容的 其他的女人 不可能使经历了 宫中风浪的 容非怨恨 但容氏的人 一定可以 崔贵妃的嘴角 微微上扬 她侧了头 望复明华 眼神有些复杂 圆娘 你觉得 容三娘如何 早上 你真有变的 期间 宫中风浪的 末庙 父亲 暗闻的 復元 地与